看看新闻 扣机时代 大家好 这里是扣机 演播室的这位嘉宾是我的同事 也是一位资深调查记者 那么大家也发现我们对他今天实行了一个保护 因为前段时间他做了一个暗访 而且这个时间比较长 那么暗访最后起底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也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触目惊心 柯强总理今天在答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在说到消费这个问题上 他提到要给优良的产品点赞 但是要把那些不良的奸商给拉黑 那么今天我们要拉黑的是某个行业当中的 确实让人看上去有些过于黑的这样的一个构档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的同事的调查 在上海不少名表维修店都位于市中心高档商圈 繁华的路段精美的装潢 让很多人都觉得他们能够提供专业服务 然而2016年全年上海市消保委共接到600多件有关于手表维修的投诉 其中不少就指向这些名表维修店 光鲜的背后到底藏有哪些毛腻 上海市消保委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名表维修行业消费调查 调查采取的是实物送修比较试验的方式 由一家手表集团提供实验用表 每块手表都有唯一的编号 送修前中表专家对18块名表预设故障 通过送修后再次检测的方式来检验这些维修店是否小病大修 虚构故障 磁场干扰是机械手表经常遇到的麻烦之一 手机电脑等散发出的磁场 很容易影响到手表走时的精准度 实验室里专家给一块原本走时精确的表上了磁 数据已经出来了 它比原来的要快很多 那么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去维修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通过一个退磁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专家为我们做了一次演示 只需要使用消磁仪器 全过程不到半分钟 手表运转就能够恢复到出厂水平 这样的维修几乎是零成本 而且每一位专业钟表维修师都能快速找到原因 记者把一块受过磁的手表 送到上海市中心的这家世界明表维修服务中心 维修人员很快发现了问题 不过它的诊断结果并非磁场干扰 什么问题啊 买了就多长时间了 买是买了一两年了 但是带了一阵子呢我就放着了 那再拿出来一看 维修人员随即打开后盖 几分钟后他向记者展示了一个 声称从手表内取出的零件 这枚零件放在放大镜下呈现出缺口 维修人员告诉记者 这是手表磕碰后导致的零件缺损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更换一枚同款零件 收费1850元 本来只是零成本的 削一个瓷这块手表就能够好了 完好入出 但是呢同样的是这样的一个毛病的表 给了这位工作人员 他居然发现了零件是有缺口的 而且还拿出了这个缺口的这个证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继续看一下调查 记者向商家要回了那枚 号称损坏的零件 回到实验室经过检测 专家断定 这其实是一个闲置的残次品 它和机械手表的发条系统有关 并不影响走时的快慢 也根本不是来自于送修的手表 不过手表走时倒是恢复正常了 磁性检测仪显示 手表已经被削磁 如果不是经过专业检测 这很容易让消费者相信 正是因为更换了零件 才消除了手表的故障 而这样虚构故障 收取高额维修费的手法 竟然已经成为套路 同样的手表 同样的故障 在这家天王表明表维修中心 维修人员给出了同样的说法 内部零件损坏 维修的价格同样是1850元 为期两个月的调查中 共有18块手表 被送往18家维修店 结果发现 9家都存在小并大修的问题 虚开的维修费用 一般在1000元到2000元左右 经过上海市消保委多方求证 目前上海并没有 直接对手表维修这项服务 做出行业规范的单位 也没有与之相关的成文规定 上海市中表行业协会回应称 他们提出的相关规范 仅限于手表制造 并未涉及手表维修 消费维权专家认为 当下服务型消费 正在逐渐取代商品型消费 成为城市的消费重点 日渐发展起来的服务型消费 大多面临缺乏监督管理的规范和标准 所以行业自律显得尤为重要 很多服务的一些领域 特别是很多新兴的服务的领域 实际上在行业自律这一块 目前还是相当薄弱的 我们是觉得 它的经营者如何加强诚信 如何加强自律 我们觉得是一个 期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样的调查 我们很难想象 在这么光鲜的门店后面 会有这样的一些龌龊的事情 当时你刚才说到 你拿了18块表 分别走了18个地方 只有一半的商家 还是相对诚实的 他们当时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我们一共修理了 这个18块手表 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到 这个酒家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您问到说 相对诚实的这个商家 那么我们的手表 一共分两类 一类叫机械表 机械表它设的是上次的故障 我们在几家的这个店里面 那么工作人员 他立马就查出了 这个手表有磁性 可能影响了这个走势 那么他给我们做了一个退词 也就是像我们在实验室里 看到的那种专业的仪器 退完词 他就交回到了我手上 这其中也不过 可能一两分钟 收费吗 那么我也问他了 我说这个多少钱 他说这个不收钱 那我们也 我们也从那个片子里面 可以看到专家告诉我们 这个维修是不涉及任何成本的 就是只是那么几秒钟的事情 然后他们甚至连手工费 也觉得就没有必要 因为这是一个太小的问题 但是刚才在你这个片子当中 我看出了这种魔幻色彩 就你那块表就是说带瓷去的 人家确实是给你拿了一个 破损的零件 对 当时我也非常的疑惑 因为我是带着这块表 我们是做过非常缜密的检测的 证明里面一切都没问题 那么我走进那家店 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也是一个 我后来走访了以后 发现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配置 就是一个柜台会非常的高 然后他们坐在里面 是一个比较矮的位置 那么我就站在这个柜台前面 跟他们交流 那么过了一会儿 他就说挤镇那个捣鼓 他就拿出了一枚零件 放在我面前 而且他会马上说 拿一个放大镜给我 说你看看这枚零件 已经坏成这样了 那么还会边上有一些 其他的人员来配合 就是一定要让我看到这个缺口 那么看到的过程中 其实我也是发现 这枚零件是有问题的 那我心里会非常的纳闷 这是毕竟实验室的专家 检测说没有问题的东西 为什么在这里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你差点被忽悠住 然后直到我们再把这块表 一共修好嘛 然后也让它把 那个换下来的坏零件 给我们装好了 我就把这两样东西 一起拿到实验室了 专家才就是通过 各种检测的方式 才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说我当时看到的 那个坏零件呢 它确实是坏的 但是绝对不是 我们手表里拿出来的 一方面呢 它上面的这个油 运行的痕迹啊 包括它这个 零件上面的扳迹 就已经说明了 它其实是一个 放在外面很久的 一个残次品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从手表 本身去检查 发现它里面 是没有这种动过的痕迹的 它没有动过 对 但是还告诉你 其实是帮你装进去了 对 帮你更换过了 因为这个手表的 一些部件上面 我们也事先做好了标记 那么通过这些标记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这个手表的 这个部分是没有动过的 其实他们不需要 任何的这种维修的工艺 只是会编故事就可以了 没错 应该可以这么说 这只是他们其中的 Money之一 对 还有呢 还有的话 它如果是我碰到的 一个案例 它是想谋求更大的利益 它 还不大 1850了 还不大 还要怎么大 算中等层次 我们碰到的最贵的一家店 是5800元的维修费 同样还是这样子的 一个手表 还需戴瓷 对 那么它拿了手表 也几乎没有跟我提过 这个瓷的问题 按照我们专家的说法 就是一般你会修表的 你看到这个手表 走势加快了 首先可能会想到的 就是瓷词的问题 那瓷词在我们生活中 可能也比较普遍嘛 现在有手机啊 电脑啊 也时常使用 这首先要排除的 第一个故障 那么它也没有跟我提过 这个手表 是不是有瓷词的可能性 它是直接就打开了后盖 然后过来的话呢 它就会拿出一个东西给我看 它当时拿出来的这个东西 叫做百轮 就是手表里 它也跟我明说了 它说你看这个是心脏位置的零件 就非常的重要 那么重要的同时 它的价格也相对的会比较高 百轮上的一根百针坏了 它是这么跟我说的 那么接下来呢 它给了我两套维修方案 就是要单换一个小零件呢 还是要整套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零件嘛 那么它跟我罗列了一下这个价格啊 然后维修的不同以后 它跟我强调了 它说我们是一定建议你换整套的 这个呢会更保险啊之类的 就罗列了一堆要求了 那么在我听完了 它的这个要求以后 我们正要换整套的时候呢 它又给我了一个这个花头 它说换完了呢 我们要收一千块的保养费 然后我就问 那你刚刚也没有说起过这个事吗 它说手表打开了呢 肯定要保养的 就是幼额吧 给我加了一千块 那么加起来这个总价是五千八百元 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维修 我能问一下 就你拿去的那块表 大概的价值是多少钱吗 大概是两万出头这样子 所以 你问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知道您的意思 就是一块两万块的手表 花了它四分之一的价格 去做维修 我也有在商家面前问过这样的 对呀 因为我们也是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身份 这样子的一个定位去维修的 我们也会觉得 每笔钱都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商家他可能会 他当时给我的一个反应 让我回忆起来还有点好笑 他说你看看我身后的那排劳力士 就是几十万的 你这块也不算什么 就是这个也侧面反映出 其实他们的生意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确实有很多这个价值不菲的名表 来到过这里 有时候可能是拿这么一块表 你给人修的太便宜了 可怕还觉得不太匹配是不是 你去拿了一个表 然后最后给你收的这个维修的费用 是一个修电视机的费用 那人家肯定觉得好像不太对劲是不是 这里面有个消费心理学的问题吧 或许也可能存在这样的 但是他们一定会把给你的这个价格 包装的十分的精致 就是告诉你条条框框的怎么收费 就是让你能够幸福 甚至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 拿一些次品来作为食物 来让我们相信 这个其实是个圈套的东西 因为咱没有这种高级名表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如果一旦拥有了这么高级的这种表的话 那么维修应该是就是考虑在其中 就像买一辆好车 你就要考虑到它未来 你进4S店就要比别人多花钱 那么为什么不到非常的正规的 或者是就是这个表的这样的一个厂家 来进行维修呢 因为我们就是做这次调查的过程 也是跟一家知名的这个手表集团合作的 那么这个问题我也跟手表集团的负责人去交流过 那么在他看来 现在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 就是导致消费者可能会选择 选择上出现误区啊 一个是我们在寻找这个维修点的时候呢 通常大家也是一个习惯嘛 去用这种搜索引擎 那么这样子的话 其实网络上就充满着那种不可靠的因素 就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来把一些未必是好的一些商家推荐给你 你说到这儿我就有种感觉 就是活在当今啊 你没点福尔摩斯的那种能耐 你简直没法生存啊 其实如果说你正规取得要买一块表的话 这个表的说明书啊 还有它的官方网站上都是有这个正确的维修点的 但可能我们也就是平时 比如说你吃饭看大众点评啊 对吧 你看电影要找电影要看一下豆瓣啊 就是说这个网络上的搜索啊 其实还是我们一种习惯性的思维 那么这个就可能会导致这个一个误区 那么另一个呢 我们也相连的了解过 就像我去这个维修手表 去那些社会上的那些店的话 会有一个很很直观的感受 就是好多东西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就比方说 他说你明天来拿 我说我现在特别着急 他说那你就三个小时后来拿 就是这个时间上是很随意的 那么我们平常可能也会有追求这个时效的时候 但是在一个大集团里 修手表是一个很复杂的流程 他有很多这样子的空间 需要去流转一步一步的来做 那么很有可能外面修三个小时 他要修三个礼拜 对于一些追求时效的消费者来说 他会觉得我这样更快能看到效果 另一个呢 其实也是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 其实手表集团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 未必比便宜 比它更便宜 但是他们的不便宜之中 可能就包含着比较全面的服务 或者说它这个零件一定是通过海关报过税 然后从瑞士原装引进过来的 但是外面的我们相应低的收费 这些流程上就或许有一些纰漏了 应该在我们这个感觉 或者是这个理解上 修表它这属于一个非常高级的技术货 那么现在在当今时代 我们在呼唤工匠精神的今天 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们真的说这种江湖的精神 就真的不要在这个江湖上混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调查 接到举报后 虹口区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 来到四川北路1590号的 天王表明表维收中心 调查发现 这家店和其母店天王表公司 都未在虹口区进行过工商注册 涉嫌异地经营 最高可处十万元处罚 此外 该店维修部门的铺面是租出去的 并不属于天王表 营业执照也无法提供 商家显然是在找借口搪塞 因为从2014年起上海就已经取消企业营业执照年审 改为网上年报公式 另外商家提供的维修服务也是猫腻重重 比如安规定要一试两年保存的保修单存根 它提供不了 还有零件和服务的收费都信口开合 零件的来源同样沉迷 在此前记者暗访时 店家口口声声称自己用的零件全部是原厂进口的 但面对执法人员 商家却拿不出所谓进口零配件的进货凭证 原始包装和报关单 这些维修店大多打着瑞士进口亨德利授权等招牌 让消费者对其资质深信不疑 而在维修时 具体项目设置又十分专业 除了维修人员打的口头包票 消费者大多只有认载的份 更让人尴尬的是 依靠暗访加上专家支持 我们才揭开明表维修背后的种种玄机 但这些对普通消费者来说 都是很难发现并及时维权的 最后这个说得很好 大家很难发现 同时很难维权 那么在刚才这段片子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第一 首先这样的一些维修店 它的准入门槛到底是怎样的 那么据我们现在跟上海市 有一个叫手表行业协会的 这样一个机构了解呢 它几乎也谈不上有什么转入门槛 就是说你可能申请了一家 这个手表维修店 那么你相应的可能有几个会修的人员 你就可以开这样一家店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 事后的监督和管理中 其实是现在也有很多难题的 因为手表它的维修是一个过程 我们在片子里面也有提到 其实在去年的一整年 上海这样子街道的手表维修 相关的投诉是达到了600多件 也就是说几乎每天都在 有人上当受骗 也不完全说他上当受骗吧 就可能消费者是遇到了一些尴尬的 那么肖保委其实他也 表示自己无力去做这件事 因为消费者你经历的一个过程 都已经结束了 我们也无法去重现这个过程 而且手表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构造 专业性比较强 再去说清它里面什么是什么 就是特别的难 所以无论是从这个转入路上看 还是后续的监督和管理 目前这一块还是比较缺失的 另外就是说在这个价格上 刚才也有针对这个价格 跟相关的管理部门的人员 有这样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那么这个价格的制定上 好像也是他们自己行业自己来定 我说一千就是保养费 也就是一千 我说两百就两百 目前来说价格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走到大部分的店里 他们都会悬挂着一个 比较大幅面的这样一个价目表 但是价目表上的内容 其实是非常的单一的 就是说一个叫维修保养 这其实只是你对手表进行的处理中的一小部分 另一个就是更换电池 所有的商家几乎无一就是例外的 就是这两样的收费 那么像我们去实际维修的过程中 换的那些零件具体到什么自动轮 然后摆轮都没有一个公式的价格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跟这个我们合作的这个 明表集团也了解过 他们也未必说把所有的零件都罗列出来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量 但是他们内部是有一套完全的标准 就是每个手表的定价 你输入电脑的一个系统里 每一个都能很快的查出来 他们所有人都是有这个数目的 那么就像我们昨天 其实已经去到了一家 跟着市场监管处的人一起去到了一家店 去核查一些内容的时候 就发现他们是拿不出来 你各个零件的这样一个报价单的 因为他们的这些零件都来路不怎么光明 没错 就是我们修的时候呢 我们也碰到过一个案例说 它是跟我们允论 这一定是瑞士原装进口的 所以它开出了将近2000块的这个价格 甚至它打包票跟我们说 你假衣我会赔你10 这样子 那么同样就是我们昨天去的那家店了 其实 在市场监管处的这个工作人员的一阵盘问下 比如说你这个进货单在哪里 就是问到一系列这个专业的问题的时候 它就难住了 那么最后它层层的这个盘问之下 它是承认这个零件 其实是在广东某个批发市场进货而来的 或者说它就直接在淘宝上买的 那这是非常明显的欺诈呀 对 另外就是说我们还看到就是在你整个这个 暗访的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说这个准入门槛是非常低的 但是这些包括你刚才说的信誓单单的说 我如果是假的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人他有没有一些起码的 比如说一些什么上稿证啊 就修表是不是有个技术工种的这样的一个证明啊 来证明这个人可以从事这样工作 他有资格 那么因为我们是以消费者的这样一个 就是定位去进行这番调查的 调查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是不合适去问到 他们的这个资质的 后续我们去向有关部门了解的时候呢 基本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就是说人员上我也没有什么审核啊之类的 但是明表集团呢 就是说正宗的明表集团 它在上海有几个这个指定的维修点 这是官方承认的嘛 他们跟我们说像这些店的话 都是通过他们集团审核的 就是这些指定的维修店里的人员 是要定期培训的 要看他们的资质的 就是这样的 那么其他的一些 我们包括我们调查中涉及到的这些店的情况 就是比较差了 不 你这一说我就觉得有些悲凉 因为悲凉的 你刚才讲就是说 萧宝他们有监管上的这样的一些难度 因为专业性比较强 在政绩链方面恐怕也是也很难形成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其他的人也很难介入其中 工商有工商的管理 那么这个责任就完全落到商家自己 也就是说我若有良心 我就诚实一点 把它做得好一点 我若没有良心 我这样做也没有办法去指责我 从短期来看 就是我们也只能就是说 最快的就呼吁商家这个自律 诚信这些问题 这很难的 作为逐利的本人来说 它是很难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从长期上来看 它一定是需要一些相关的部门 去建立这个规范或者标准的 其实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 虽然说像萧宝伟 或者说工商部门 他们管理上 调查上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他们已经在行动 在去想一些办法了 我接触的萧宝伟 有一个叫中表专业办的一个负责人 他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 其实他也一直在做一件事 就是去找上海的几个著名的这种规范的名表集团 去了解他们的服务的标准 看看是不是能把这些东西 能够我们简要的做成一种规范 然后推广到更多的商家去 另一个呢 他们可能也在提倡一件事 就是我们现在无法取证 或者说无法再去回溯这个事 那么他们想是不是我们以后的所有的商家都要求他们装一个监视器 就是探头去记录下维修人员整个维修的过程 那么事后很多事情也都可以说明 就是他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其实现在我们都讲求这种精细化的管理 那么我们相信只要想管 这件事情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进行管理 来杜绝这方面的事件 但是呢就像刚才我的同事所说 在整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呢 确实感觉到在监管上的这个困难之处 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在这个行业当中 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黑幕揭开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恐慌 所以今天我们对他的这种保护也是有缘由的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片子 一个多月前 本台记者来到南京西路1038号12楼的这家上海明表维修中心 将一块石英表送修 这块表事先由是消保委委托的专家 在实验室做过全面检查 确认符合出厂标准 专家对手表预设了一个最简单的故障 然后换上一块没有电的电池 然而这块简单操作就能恢复正常运转的手表 却在这里修出了1400元的价格 换的配件吗 正规说就电这个玩 在取灰手表后 记者将其一送往事消保委委托的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查 结果发现根本没有再次维修过的痕迹 今天上午记者跟随执法人员上门取证 但店员拒绝配合 当着执法人员的面 这名店员夺走了记者的三脚架 并动手推散 然后再度关灯 最后警方到场维持秩序 面对询问 电方负责人表示 确实对那块手表完成了报修单上所有的维修项目 提供了就是保养 落叶 是吧 还有一个二级管 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都做过了 那肯定要做 不是做它表不能走 清洗光线就拆了所有的 一个螺丝都不上 我们一直在315的这一天 总会呼吁说天天是315 都是天天315的话 可能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这种话题 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 但是在我们的媒体和相关部门的 这个监管之中 会发生这样的一些冲突的这样一个事件 会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不良的 这样的一些商贩 他们其实还有着某种 非常的不良的这样的一种抵触 而这种抵触 却是我们更加的要严格指法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根据 那么忽然想到谁写的一句诗 他说谁欺骗了土地 谁就颗粒无收 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在目前 需要商家来完成自己良心建立的这样 同时我们也应该驱邪附证 也就是说把这样一些不良的商家给他关闭 但是同样的一些 比如说在咱们采访中 还有9家好的商家 应该把他们这样的一些标杆给树立起来 但是我们不得不讲的话 今天我们是谈论的这个明表 在整个修理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黑幕 但是现在逐渐的在转向服务消费的今天 在监管和管理上 确实存在很大的难题 但是问题也多多的都出在这个方面 的确 就是说你也说到 这些黑心的商家 其实他不仅仅是在伤害一般消费者的利益 他也在伤害这些正规商家的利益 那么我们现在据一个数据来说的话 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消费已经50%以上 都像您说的是一个服务型的消费 就是他更加注重的是一个过程 一个体验 而不是那种一件商品实打实 我可以查出他问题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也跟市销保委的一个同事来沟通过 他说大部分的服务型的行业 都是缺乏规范和标准的 是没有这种规范 没有这种标准 还是说这种规范的制定 标准的制定 制定之后没有人进行监管 到底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目前可能第一步还没有走扎实 规范和标准 对 规范和标准 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明表维修 它在上海是一个规范和标准 是一个完全空白的一个状态 在全国有没有 在全国目前了解下来也是没有的 就是我们觉得理所应当的可能会去找到 像我所提到的上海市手表行业协会 但是在我们跟它沟通的过程中 它只给了这样一句答复 它说我们现在的职责范围 只管得到手表的制造业 就是上游而不是服务业 就是那么我也了解到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服务性行业 可能都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 就像我这样的一样